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突然想起来 我在五六年前买过一台相机 居然从来没有用过 所以今天打算去试一试 这台相机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它是使用这种 保利来相纸的一台 针孔相机 所以这是它最特别的地方 而这个是它的外包装 可以看到这是一台保利来的 66-6的针孔波拉片的一个相机 然后是一个限量版的 总共500台 这是第263台 但这个限量没多大关系 这台相机早就已经停产了 你看我买了这么久 就还没有去拍过 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当人失去了好奇心 这个太可怕了 那这台相机呢 一共有两个镜头 一个是0.12毫米的 一个呢是0.24毫米的 首先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下 什么是针孔相机 针孔相机 它可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相机 它没有镜片 是利用小孔成像的原理 直接成像的一种相机 针孔镜头的孔镜非常的小 135和120相机用的 只有零点几个毫米 光圈值也都非常小 比如F100 F200之类的 这也导致了曝光时间会很长 短折几秒 多折几十分钟 几个小时 所以三脚架是必须的 另外针孔相机拍出来的效果 还会有强烈的暗角 是因为光线到照片中心比较近 到四角比较远 距离上的差异导致曝光不均匀 但这种暗角也是针孔照片 带有的强烈个性之一 冲光的时候也会有菊花状的光芒 也是非常迷人的一件事情 其实呢我在很久以前呢 就玩过不少针孔相机 这个是我在十多年前玩的一台 这个最长可以拍到6x12的一个画幅 视角非常非常的广 并且这里有个左轮转盘 上面可以安装不同的针孔镜头 然后拍出不同的效果来 这个拍摄方法也很酷 这样子 当然这些针孔相机的镜头呢 也是可以拆下来的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移植到 你的数码相机上来使用 这个感觉是不是有一种古典和现代 相结合的那种感觉 我知道一定有朋友在弹幕里面会刷 原来这么拍 没有钱 你也拍不到 确实没错 买相机总是要花钱的嘛 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低成本的方法 去体验针孔摄影师怎么一回事情 比如说像这个 这是我之前带我儿子去多伦多的一个二手摄影器材市场上面 有一个摊主送给我儿子的一个 纸质的针孔相机模型 那么用里面的卡纸呢 就能折出这么一个针孔相机来 当然这个还是一个半成品 没有完全完成 但这里针孔片已经贴上去了 这是一个针孔镜头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之后呢 你会发现里面装的是135胶卷 通过135胶卷 你就能够去用一个比较低成本的方法去体验针孔摄影是怎么一回事情 但也有一些心灵手巧的朋友呢 可以自己去做一个针孔相机 你只要有一个盒子或者是有个一拉罐之类的 把里面都涂黑 然后呢挖个洞 洞上面再去贴一片这样的针孔片 这个针孔片也可以自己用针去打个孔来做 或者呢你去网上去看看能不能买到一些现成的成品 直接贴上去 都是可以去体验这种针孔摄影的一种方法 好了大家对于针孔相机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出门去试一试 它到底拍出来是什么样的效果 万一我翻车了 请不要嘲笑我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台相机怎么拍 诶这个取景器在哪里 这个机器没有取景器诶 这怎么拍 我这个怎么拍呀 开个鬼哦 F51 ISO640 10秒钟 10秒 不要动啊 8 9 10 這樣 可以啦 你可以看 什么都没有呀 翻车了呀 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让我检查一下机器 这个看起来是正常的呀 难道是曝光时间算错了 我再试试啊 上面有提示啊 全部打开是0乘以41倍 用0.24的41倍 这难道要拍两分多钟 刚刚那张照片曝光嵌了41倍 这是我的职业生涯当中 最浅泡的一张照片 实际这张照片要拍200秒 你才能再试试 所以只能给一个大白眼 好准备啊 情绪到位啊 开始 200秒可就是三分多钟啊 6 5 4 3 2 1 0 好准备 好准备 只此一招再也不拍了 累死了你 好准备 摩托机都暴走了 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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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盒相纸再来试试 这是另外一盒 黑白的 但是我发现这个生产日期是2014年 他说最佳的使用时间是在一年以内 我觉得大概率还是得翻车 不管那么多了 试试先 先把保护卡弹出来 拍拍看 拍拍拍音 拍照 拍拍照 名称 来 拍拍照 入 Ef Jackie 拍摄 这也太神奇了吧 我发现这些保利来的胶片 一定要在有效期内赶紧拍掉 最后这张照片虽然是废了 但是你还是能够从角落里面看出来 它就一点点影像出现 指不定再试试还有更好的效果 希望给力啊 哇又是这样 你看药水呢是在这个位置 拍完之后受到挤压呢 它就会流出来 我先把它倒过来放 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其实还蛮好看的 如果它能一直是这个状态 我也挺喜欢的 但问题是它慢慢会变 你看到蓝色里面开始出现了 我们拍摄的这个环境的影子 有影像出现了 如果说这些药水能够顺利的流到底部 那这样照片就能够显影了 这张是到目前为止效果最好的一张 还不是说效果最好 就是影像最多最明显的一张 刚刚呢我又下了一个订单 买了一包新的巷子 明天换上去 看看能不能拍出好的效果来 目前来看相机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出现在这些过期的相机上面 好了我新买的保利来相机已经到了 这一盒是19年11月的 我准备再试一下 看看它曝光是不是OK 好了我刚刚重新进行测光 差不多曝光时间是4秒 然后呢在目前的档位下面呢 大概要乘以2.6倍 也就是10秒多一点 我先来拍一张试试看 希望这次能够成功 现在的感觉对了 整个药水都是均匀的 它马上变成暖色 我们来看看它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一次的拍摄呢 一开始确确实实翻车了 后来换了相机之后呢 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然也没有拍得很好 只是一些试机的照片 我们在学习摄影的过程当中 要学会去分析翻车的原因 从而不再翻车 另外呢我也悟到了一个道理 就是要珍惜当下 好的东西要抓紧时间去体验 另外对于之前那一些拍废的照片呢 我也是越看也觉得有意思 然后重新排列了一下 大家看看是不是有点歪打正招 获得了一些东西 数码在容错性和便捷性上面 确实有着优势 而胶片呢 在独特性和不可控制性上面 常常给人惊喜 很多人喜欢用针孔相机去进行创作 是因为针孔摄影它有着胶片摄影当中的不可控制性 同时呢它的效果就带有一定的梦幻的色彩 所以很多艺术家很喜欢用针孔相机来进行创作 试机只是为了去了解这些相机的特性 而更多有创意的创作等着你去尝试 我是摄影师张千玲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视频对自己有所帮助的话呢 欢迎评论点赞转发关注 这是我们在全网其他平台的账号 建议呢除了关注之外 还可以把小铃铛打开 或者是设为特别关注 这样呢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期的视频了 好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